大家好,我是PTT 台灣能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對警 為了對抗這次COVID-19的疫情 能工智慧實驗室與行政院及官署 合作推出這款台灣社交距離APP 台灣社交距離APP可以記錄大家的接觸資料 如果過去14天曾經與COVID-19確診者接觸 手機就會跳出警示提醒 收到提醒後立刻通報衛生局或1922 並就醫檢查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可能有人會擔心各自外洩的問題 這個APP的隱私有受到嚴格的把關 下載後不用註冊 不用上傳各自 也不用開定位 只要開啟接觸通知功能 就能透過手機藍牙比對 有沒有跟確診者接觸 接下來就是APP的使用五個手折 第一下載並開啟台灣社交距離APP 第二開啟接觸通知功能 和允許推播通知權限 第三每天帶著手機 系統會自動產生隨機ID 紀錄過去14天與確診者接觸的狀態 第四如果與確診者比對資料無風險 每天晚上6到10點 APP就會跳出允許安全的訊息 第五如果在過去14天 兩公尺內接觸確診者 長達兩分鐘以上 APP會提醒跟當地的衛生局聯絡 或撥打1922防疫專線 並注意最近的身體狀況 如果身體有不適 一定要緊速就醫 使用台灣社交距離APP 讓我們防疫零距離 Hitsland 那每一는데 o